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行脚方面不是真的是喊口号是真的要立行 我以为我能胜任没想到第一天我就涨水泡了 确实是为了众生我尽量能用我的最坚持的心把它走下去 行脚过程相当辛苦 除不定时三步一跪五步一拜大礼外 过程参风入宿 埋锅照办 日行30至40公里 对行脚民众而言是一种体能不担与训练 全程数十万 夜数街头 冷受风吹雨林与温降 都是希望借由新城折陵体现 盼台湾与全球疫情缓解 因为之前45天的时候我已经有参与过一次了 所以说这一次我就想说 又十几年了 也应该要再做一下这些工作 第一天的时候大家 我看大家都起水泡了 所以今天第二天了好像要更多的毅力 因为你起水泡之后一定痛 那大家变成要忍着痛苦去继续执行 行脚已在10月25日开始 沿途已有民众透过社群联系 自在加入办行 并提供体能补给饮料等物资 给行脚队伍加油 36天的行脚将从东部 南部 西部 返回北部 店方欢迎各地行众看到行脚队伍时 随时可向行脚的神明参拜 或给予队伍鼓励支持 店方相信在身心都能虔诚强化下 让全球疫情能早日获得缓解 全台灣 平安跟順利 全世界 全世界 全世界